知名绿能业者丽昂能源首创业界第一本再生能源同书绘本 并且在全台举行绘本阅读列车推广绿能教育 今天上午在光复太阳能推广中心举行绘本说故事活动 透过剧团演说故事的方式深入浅出 让大静国小学童轻易认识并了解绿能替代能源的重要性 大静国小学童人首一本早安太阳的能源同书绘本 搭配剧团演说绘本内容 寓教寓乐的绿能教育 让孩童们轻易就能上手 乐于翻阅并了解再生能源等相关知识 还是还有其他的能源 还有其他能源 对包括 潮汐发电 潮汐发电 水力发电 方力发电 生殖发电 那哪一个最厉害 太阳能发电 你今天最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太阳能发电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保护植物 慢慢讲故事的时候 电力发电 太阳能发电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保护环境 那会不会觉得很危险 会爆炸什么的 不会吗 不会 有鉴于社会大众对新兴绿能产业相当陌生 甚至排斥雾名化 台湾知名绿能业者不但首创业界第一本以再生能源为主题的能源同书绘本 更开办 绘本阅读列车 寻回全台 希望能够让台湾绿能教育向下扎根 因为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跟以往不同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再生能源这一块 所以我们这次邀请了一个会师 那帮我们做了一本业界首创的绘本 那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一个剧团来为我们演出介绍这个绘本 业者请专业会师绘制了这一本能源同书 也透过绿能巡回阅读列车发送2700多本 而透过了绘本更结合剧团以演说故事的方式 让监色难懂的绿能运作与效能深入浅出 让学童们很快的对绿能有初步的认识 那在这个地方也非常谢谢唐厂跟立洋公司 能够给我们的低年级小朋友有这样一个机会 能够在实际的场域里面来认识我们的能源 能源包括了哪一些的种类 因为这个部分绿电在学校里面是比较少接触的 今年3月初绿能业者在花莲设置的太阳能推广中心正式启用 而儿童节当日也赠送给中区光复 万荣以及凤林三乡镇六所国小 总共217本 并且也在各校图书馆放置两本能源同书绘本来供大家借阅 另外也透过了太阳能推广中心 将再生能源太阳能发电相关知识推广给大众 也欢迎社区居民来参观或者学校单位来户外教学 认识再生能源 记者时宇兰光复采访报道